在我抛夫弃子 归隐山林的第四年 习乌岳父子又来找我了 看着站在眼前的两个身影 我彻底愣住了 离经三年 我从未想过会再次见到习乌岳和习思荣 两人如今一个是位高权重的侯爷 一个是仙衣怒马的柿子 风光无限 怎么都不该出现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里 父子两人容貌俊美 站在我家门前 清清冷冷地如玉佛一般 引得围观的少女偷瞧着脸红 更显得我这竹楼既简陋又破旧 周围人生纷乱 习乌岳身居高位 喜怒不形于色 看不出对此处的嫌弃 可习思荣稚嫩的脸上 却是藏不住的嫌恶 穷乡屁壤生歹民 这等烟渣地方不适合你 母亲跟我们回京去吧 她的语气冷淡又高傲 仿佛是对我的施恩 不过对习乌岳来说 能容我回京 的确就是施恩 毕竟我伤害了她最爱的女人 沈荣 习乌岳上前一步 体贴地将伞撑在我的头顶 嗓音温柔 沈荣恶事坐近 已经被我赶出侯府 过去种种是我错怪你了 我的妻子唯有你一人 文言 习思荣眉宇间 亦是带着一丝愧疚 母亲 过去一切全是儿子的错 儿子被沈氏欺瞒 对你多有怨对 请母亲原谅儿子 我愣在了原地 毕竟三年前我离京时 沈荣还是习乌岳 捧在手心里的荣夫人 习思荣更是将其视作亲母 寒冬腊月 沈荣掉入冰窟 诬陷是我推的 我百般辩解 可他们一个字也不信 一心认定是我做的 这冬日冰窟寒冷 你不推荣儿 难道他会自己跳进去吗 姜婉芝 你当我是傻子吗 明明是你心思歹毒 到如今竟还想诬陷别人 你这样的人 不配当我母亲 他们逼我跪在祠堂 为自己赎罪 东风刺骨 我动得脸色轻子 却坚决不肯认错 习乌岳便当着我的面 一个又一个地打杀了 伺候我的丫鬟奴仆 那日 侯府青砖染了红 痛哭哀嚎 萦绕耳边 抬头看 我十月怀胎所生的孩子 满心仰慕的丈夫 都站在别的女子身边 生生指责 句句愤恨 我终是低了头 认了错 是我的错 我认了 往事过去三年 再次看到习家父子 我仍然记得那寒冬刺骨的冷 以及两人相似的眼眸中 透彻的冷漠 恨意 可如今 他们竟然向我道歉 惊大于喜 我久久没说话 习思荣以为我是高兴地说不出话 忙催促我道 母亲 你快去收拾行李吧 我们今晚启程 我打断了她 我不回去 习思荣愣了 我却笑了 我生于乡野 长于乡野 京都在好 却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你们回去吧 别再来了 我叫姜婉芝 本是山上的采茶女 采茶时 遇到了断手断脚 浑身是伤的习悟悦 她生得好看 我为她疗伤 想让她当我夫君 她答应了 可当她痊愈 带我回京 我才知她是侯府之子 身份尊贵 更已有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 沈荣 我本想离开的 可她却执意与沈荣退了婚 风风光光地娶了我 她信守承诺 是个好人 对我也极好 婚后第二年 我们生下了习思荣 她自小体弱 大夫断言 她活不过三岁 习老夫人不喜她 说她是短命鬼 话里话外 都在劝我赶紧 和习物月再生一个 可我却将习思荣 整日带在身边 小心地 精细地养育着 直至她一岁时 大夫说她康健 我才放下心来 放任自己大睡了一场 这一睡 便是三天三夜 等我醒来 沈荣已成了贵妾 她新婚当日 逃婚找到习物月 声泪俱下地说自己 只愿嫁给习物月 哪怕是妾 习物月同意了 自那之后 一切都变了 习物月 闲少再来找我 而习老夫人 以我身份低微 不配教养柿子为由 将习思荣 从我身边夺走 我百般恳求 换来的 却是习物月 冷淡的一句 思荣是柿子 将来要继承侯府 你出身乡野 怎懂得该如何教养 她让我不要再 无理取闹 多可笑 亲生母亲 想要回自己的孩子 竟然成了无理取闹 我只能偷偷去看习思荣 可有一次 却看到她命下人 扔了我做的点心 话语间满是嫌恶 母亲身份低微 形势粗满无知 京都谁不笑话 她名为侯夫人 却连个妾都不如 而荣夫人净退有度 雍容华贵 我真恨不得她 才是我的亲生母亲 那一刻 我亲生的孩子 化成了刺向我的利刃 疼得血肉模糊 再后来 沈荣落入冰窖 习思荣彻底与我决裂 打杀我的丫鬟 不再任我为母 而习物月 冷眼旁观 我的心一次次被撕碎 愈何再被撕碎 我对侯府再无一丝留恋 抛夫弃子 彻底离开了京都 至今已过去了四年 我本以为我再不可能和侯府 和习家再牵扯到一丝一毫 可如今 习物月 习思荣 却向我道歉 说沈荣恶有恶报 请我回京 多可笑 我当然知道 沈荣恶毒 不择手段 但我所受的伤害 习家父子就毫无干系吗 如若不是他们宠着惯着 沈荣又怎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诬陷我 可此时此刻 他们却和他撇清关系 好像一切和他们无关 真让人作呕 我不愿回去 深山阴寒 你们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我转身欲走 可习物月 却拦在了我面前 婉芝 我都已向你道歉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话没说完 一个俊美男子 突然从门内走了出来 他搂住了我的肩 柔声道 娘子 该用晚膳了 文言 习思荣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而习物月瞳孔猛地一缩 在维持不住方才的淡然 你成婚了 韦音带着颤 当然了 四年了 老娘当然有其他男人了 我点了点头 毫不避讳地牵住了男子的手 是啊 成婚三年了 这是我的夫君 沈艳离 我的坦然 让沈艳离勾起了得意的笑容 仔细看 仿佛漆黑的阴影中 有条火红色的狐狸尾巴 正不断地摇晃着 沈艳离 是我离京半年后 在山脚采药时遇到的 大雪天里 她身着单衣 全着身子 冷得瑟瑟发抖 能不能救救我 她向我求救 抬头看我的眼眸细长 戴着一丝魅意 她生得极好看 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好看 但我这次长了教训 没在外面随便捡男人 漂亮男人是祸水 只会骗女人心 不救 说吧 我越过了她 回了家 可到了深夜 她却跑来敲响了我家门 眼睛通红地抬头看我 求仙女救救我吧 谁能拒绝一个嘴甜又漂亮的人呢 我不能 于是我救了她 她在我家养病期间 帮着我干了不少事 曾经那些骚扰我的流氓 再也不敢爬墙头 说些乌言晦语 最关键的是 她在山林中走着 如走在自己家一般 清车熟路 然后就会带我找到 极为珍惜的草药 我问她有着本事 为何迟迟不走 她眉眼清弯 报恩 行吧 我就当信了她的话 至于嫁给她 本是个意外 一次月黑风高夜 一场醉酒 一张床 两个人 等醒来 沈彦黎哭红了眼 让我对她负责 说自己是清清白白的 红花大龟男 让我糟蹋了 行吧 我与她成了亲 她正式成了我的夫君 习悟月皱紧了眉头 一个乡下人 怎么配娶你 我眨了眨眼 她长得好看啊 线下 烛火昏暗 仍能看出 沈彦黎模样长得极好 她雌雄莫辩 如鬼魅般 射人心魄 习悟月也不得不承认 沈彦黎的皮像世间少有 远胜过她 她没注意到 原本痴痴望着自己脸红的少女们 一见沈彦黎却下白了脸 瞬间闭上了窗 撑开了伞 纷纷离开了 更没看到那少女们逃窜时的影子里 露出了隐隐绰绰的狐狸尾巴 房门外 沈彦黎仿佛没看到眼前的众人 只一味地痴缠着怀里娇软的娘子 嗓音低哑 娘子 我做了鸡汤面 你快来尝尝 我知她表现得越不在意 心底却越是在意 现在指不定已经打翻了三大痰醋 我安抚地拍了拍她 刚想再次赶人 习思荣突然冷笑了一声 不过是碗鸡汤面 只有你这种深山僻壤的贱民才爱吃 她看向我 带着一丝妖宫 母亲 你随我回京 我让厨子日日给你做山珍海味 保你日日都吃得新鲜快活 这般孝顺恭敬的话 从前她只对沈容说过 对我不是无事 就是冷漠 最后是仇事 我也曾期待过 她能如对待沈容一般 对我好一些 但真正到了这一天 我却发现 我的心既不欢喜 也不难过 只是毫无波澜 我不得不承认 哪怕习思荣 是我十月怀胎 精心养育的孩子 但我不再在乎她了 甚至 觉得她的话没教养 冒犯了沈焰离 可不等我开口 沈焰离却轻吃了一声 慢悠悠地说道 可惜 我家娘子不喜欢山珍海味 她就喜欢我的鸡汤面 对不对 孩子气 我消了气 笑着摸了摸她的脸 对 就喜欢你 沈焰离更加得意 低头亲了亲我 此举梦朗 但我没拒绝 生怕惹恼了她 晚上又要遭罪 见此 习乌月脸色猛地变得煞白 她一向稳重 生死面前仍面不改色 可此刻 她死死攥紧拳头 眼底赤红 而习思荣更是气恼地红了脸 仿佛要将眼前洋洋得意的男人 狠狠打一顿 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而这时 我怀中抱着的一岁女童 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看了看门外的陌生人 眨了眨眼睛 突然开口问道 娘 他们就是爹爹嘴里的死渣男 和叉烧儿子吗 孩子的话置声置气 气氛一瞬间凝结成冰 直至沈焰离扑痴一声笑了出来 我瞪了她一眼 怪她又教阿瑶不学好 沈焰离赶紧板起了脸 将阿瑶接到了自己怀里 从怀里拿出一块白糖芳糕 放在了阿瑶手上 实话伤人 可不能当着别人面说 知道了 阿瑶鼓着脸咬了一口 下次阿瑶偷偷说 妇女两人对视一眼 是藏不住地笑 我无奈服额 回头看 才注意到 习思荣愣愣地看着阿瑶手里的白糖芳糕 眼里闪过一丝羡慕 我拿起一块给了习思荣 习思荣咬了一口 好吃 比当年甜了一点 我笑着解释道 阿瑶喜欢吃甜的 我就多放了些白糖 阿瑶好奇地看向了习思荣 笑得十分可爱 你也喜欢吃白糖芳糕 我也喜欢 娘做的白糖芳糕最好吃 我抬手擦掉阿瑶嘴角的渣子 轻声道 她不喜欢 她喜欢枣泥杏花酥 太精巧了 娘不会做 习思荣脸色微变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可话没说完 她猛地停住了 很显然 她想起来了 这个话 她的确说过 那年习思荣四岁 嫌弃我做的白糖芳糕甜腻 让我别再送了 她说她喜欢吃枣泥杏花酥 那是沈荣的拿手点心 好看 又精细 我学了很久 好不容易做了出来 就拿给习思荣尝尝 可她只吃了一小口 就吐了出来 让我别东施笑贫 白费功夫 可此时此刻 她却拿着白糖芳糕 狠狠地咬了一口 却告诉我 我是喜欢白糖芳糕的 一直都很喜欢 对此 我并不惊讶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知道 习思荣喜欢 就因为她喜欢 我才会那么擅长 做白糖芳糕 可后来 她被抱到了沈荣屋里养着 最初 我给她送点心 她是开心的 她见到我会跟我说 遇到的开心事 我哭了 她也会哄我笑 我生辰时 还会收到她亲手 做的小东西 无论什么 我都万分珍惜 但不知何时起 她不再亲近我了 也不喜欢我做的点心了 因为沈荣告诉她 白糖芳糕 是穷人家 哄自己孩子的吃食 她是猴腐狮子 吃这种低贱东西 会让人笑话 所以 她厌恶了低贱的 白糖芳糕 也厌恶了 会让她被人笑话的我 她和习物乐 是一类人 外边装得在 如何清风济乐 一视同仁 骨子里却是高傲自满的 她们只认准 自己想做的事 别人的情况和意愿 她们并不在乎 就比如此刻 在看到我有夫有女后 习物乐仍然不甘心地 对我伸出了手 婉之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别再赌气了 随我们回京 你依然是尊贵的侯夫人 我向你承诺 再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也没人知道这里的一切 你也要把这里的一切都忘了 我们重新开始 她竟然认为我在赌气 所以 我收了笑 认真地看着她 一字一句说得格外清晰 习物乐 我知道我嫁给你后 很多人都笑话我身份低贱 不配成为你的夫人 你曾让我少去宴会 免得听到风言风语伤心 那时我便告诉你了 我从不在乎他们的讽刺 嘲笑 所以 我不会为了他们的三言两语 就伤心难过 在侯府 在京都 能欺负我的人 自始至终只有你 和习思荣 因为我在乎你们 因为在乎 所以给了他们伤害我的机会 而人的心受了伤 就会学会放弃 我学会了 所以 抛肤弃子 再无留恋 习物乐说我赌气 怎么会呢 我只是 不在乎你了 习物乐 所以 你们赶紧走吧 别再来了 那日 习物乐和习思荣 在门口站了很久 久到血液层层地 落在肩上 头上 我都没开门 临走时 她只问了我最后一句 她有什么好 值得你为她留下 我想了很久 脑海中浮现出 和沈彦黎这四年的点点滴滴 她很好 她嘴甜会夸人 长得也漂亮 会帮我干活 也会帮我赶走 骚扰我的流氓 会夏日给我彻夜打扇 也会冬日 将我抱在温暖的怀里 但 这些好 都是我的私藏 我不愿告诉习物乐 所以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笑着说 因为她 爱我 和她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我喜欢她 她也喜欢我 两情相悦 本就该天长地久 习物乐很显然没想到 我会是这个答案 她看着我脸上的笑容 正愣了片刻 突然说道 哎 总会变的 比如她自己 最初 她或许是很喜欢我的 不然 不会为了我 聚了沈荣的婚事 但当喜欢变成了 别人嘴里的笑话 当我在宴会上 因为礼仪不端 害她被嘲笑 当沈荣的痴心不改 甘心为切 喜欢变变了 她在说沈宴里也会变 可我却丝毫不惧 灿然一笑 满是洒脱道 变了 就离开 好聚好散 各不纠缠 就如同我当初一样 习物乐阴沉着脸转身 踏上马车的最后一刻 她回眸看我 眼底深沉道 宛之 你会后悔的 后悔什么 后悔没等她离开 还是后悔选择了别人 我没懂 但我也没想去问 因为我不在乎 也不会后悔 我转身欲走 可斗篷却被人扯住 回头看 习思荣正小心翼翼地 攥住了我的衣角 她红着眼睛站在原地 仿佛扎根了一般 一动不动 迟迟不肯离开 习物乐掀起车帘 看了她一眼 面无表情道 你娘不要你了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丢人现眼吗 习思荣瞬间白了脸 看我的目光 带着一丝祈求 母亲 你真的不要我了 她攥紧了手 仿佛我的回答 是她的救命稻草 可我就不了她 我只想救我自己 所以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不要了 想了想 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爹 我也不要了 习物乐习思荣离开后 我回了屋 吃了沈彦里做的鸡汤面 很鲜美 她很擅长做鸡 无论是烹炸炉煮 无论是小鸡 还是老母鸡 只要经了她的手 都会成为饭桌上的美味 她爱做 也爱吃 阿瑶也遗传了她 很爱吃鸡 家里养的一篮鸡 大多都进了父女俩的胃里 沈彦里哄睡了阿瑶 夜已深 我躺在床上 却睡不着 脑海中不断浮现 习思荣红着眼睛问我 母亲 你不要我了吗 辗转反侧间 沈彦里将我抱在了怀里 我静静地靠在她的胸膛 听着她的心跳 轻声问道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心 连自己的孩子 都能轻而易举地放弃 文言 沈彦里却轻笑了一声 爱人先爱己 人总是说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 母子连心 孩子是最应该感谢母亲 最应该懂得母亲不义的人 可她却狠狠地伤害了你 她轻轻抚过我的头发 眼底是温柔 母辞子笑 母以辞 子却不笑 母亲有何错之有 我只心疼你 我愣了一下 心间微微颤抖 抬头看 沈彦里正垂眸看我 满眼疼惜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世人常有浪荡儿子败坏家产 母亲仍不肯放弃 不顾一切地救赎儿子 来歌颂母亲的爱 如何伟大无私 可沈彦里却告诉我 母辞子不孝 母亲舍弃 亦是无措 她不觉得我很心 她只是心疼我 其实 只有我清楚 我不回京城 不是要和一个几岁大的孩子置气 也不是我心里完全没有习思荣 她毕竟是我的孩子 我只是没有办法原谅习物月 不愿意再踏入侯府 更何况 我又有了阿瑶 我不可能放弃 阿瑶回侯府 而就算我不在 习思荣也是侯府世子 尊贵无比 侯府自会把她照顾得很好 沈彦里低头亲了亲 我薄薄的眼皮 温柔又小心道 当初 你只怕夜里偷偷哭过无数回吧 我眨了眨眼 轻扯 轻扯嘴角 是啊 哭过很多回 最初 习思荣被抱走时 我时常在夜里听到她的哭闹声 惊醒后 我想去沈荣屋里看看 却被习物月阻拦 她说孩子在我这时常哭闹 可沈荣养了以后 夜里习思荣都能睡得安稳到天亮 她再怨我不会照顾孩子 还疑神疑鬼 我去看了 确实如此 那晚 我哭了一场 寒心习物月的冷漠 担心习思荣的身体 甚至怀疑自己 真的没有照顾孩子的本事 直至习思荣莫名大病了一场 我才知道 沈荣每晚都给孩子喝安神汤 是要三分毒 习思荣本就体弱 怎么能受得了 那一刻 我崩溃痛哭 争执间抓伤了习物月的脸 被婆婆罚跪祠堂七日 可我要回了习思荣 我是开心的 我以为习思荣也会开心 可当晚 她却猛地推开我 哭着喊着 让沈荣抱着她睡觉 你才不是我娘 我娘是荣夫人 那一刻 比伐贵七日还疼 比彻谷冬日还冷 沈荣笑着 光明正大的 再次抢走了我的孩子 那时 我哭得很惨 后来 我曾试图再去接近习思荣 可换来的 却是她的抵触 厌恶 甚至是恨 她恨我这个 没办法给她任何助力的亲娘 她依赖家世优越 知书达理的沈荣 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我又大哭了一场 再后来 我就流不出眼泪了 眼泪流尽了 但如今 我看着沈彦离 将自己缩在了她怀里 她笑着将我抱紧 我释然地笑了 但幸好 一切都结束了 新生活 很美好 我相信 那日之后 我的日子重新变得平静 花招节当天 沈彦离陪着我和阿瑶 来到了山脚下的集市 灯笼高高挂 远远看去 红得像一片火 街道上人来人往 伴随着摊主的叫卖声 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人烟味 热闹极了 走到一个卖首饰的摊位上 我见一个玫瑰样式的银簪 做得别致 刚要是仪式 沈彦离便先一步 为我簪到了发际上 刘苏摇啊摇 沈彦离轻笑道 好看 摊主卖力复合 郎君 给你家娘子买一枝吧 花招节嘛 祝您夫妻 幸福美满 我也觉得好看 沈彦离拿出了碎银 给了摊主 借你急眼 他又拿了一只碎子 带到了阿瑶的小牛角便上 好看 阿瑶笑弯了眼睛 我好看 娘 也好看 花言巧语 我点了点她的鼻尖 阿瑶撒娇地亲了亲我的脸 沈彦离也侧过脸给阿瑶亲 让她不要偏心 阿瑶点头 又重重地亲在了沈彦离的脸上 我笑沈彦离幼稚 沈彦离却低头亲了亲我 娘子 别吃醋 她垂眸看我 眼里仿佛全是星星 闪着光 温柔地照进了我的心里 我心头一跳 只觉得脸上有点热 一家三口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而这时 沈彦离不知看到了什么 突然说道 娘子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我带着阿瑶 在原地等她 可她却迟迟未归 我刚要去寻找 一个人突然从我身后走了出来 看清她的脸 我脸色微变 习雾月 你怎么还没走 她嗓音低沉道 有事没办完 习思荣呢 可话音未落 她一掌踢在了我的后颈 意识的最后一秒 我只能听到她阴冷 低沉的嗓音 婉芝 你别怪我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被习雾月囚禁了 再次醒来 我已回到了京都 被关在了侯府 还是以前我所住的屋子里 阿瑶不在我身边 我不知道 习雾月究竟想干什么 她将我绑到京都 却迟迟没来见我 她不来 我便一滴水不喝 一口饭不吃 直至一日后 习思荣来了 她给我带来了一碗鸡汤面 很香 可我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阿瑶在哪里 习思荣眼巴巴地看着我 母亲 你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该饿了 你尝尝这个 可我只关心我的女儿 阿瑶在哪里 习思荣气得红了脸 我才是你儿子 你不关心我也就算了 怎么满嘴就是那个野种 你就那么在乎她吗 我皱眉道 她是我的女儿 我不该在乎她吗 可我也是你儿子 听她这么说 我只是满眼冷漠道 以前是 现在 不是了 习思荣仿佛被我这句话 打败了一般 脸色发白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走了以后 沈荣怀孕了 我才知道 她之前对我的好 只是捧杀 没有了你 再没人关心我吃 不吃得饱 穿不穿得暖 再没人给我做白糖方高 叫我一声融耳 母亲 我知道错了 你怎样才能忘记过去 我冷漠地看着她 毫不动容 甚至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阿瑶在哪里 她气得胸膛起伏 可看着我冷硬的脸 只能忍下了火 又将鸡汤面端到我面前 道 你吃了 我就告诉你 话音落下 我终于动了筷子 她见我吃了 脸上带着一丝笑 终于告诉我 阿瑶去了哪里 她 不在侯府 回京的路上 沈荣离把她抢走了 被救走了 那我就放心了 母亲 她救了女儿 却不肯救你 她把你抛弃了 你还不明白吗 好好留在京都吧 无论是我还是父亲 都不会介意 你替别人生过孩子的 这高高在上的态度 施恩的语气 我只觉得厌恶 我撇过头 看都不看她一眼 见我不理她 习思荣叹了一口气 突然问道 鸡汤面 好吃吗 她问的时候 带着一丝试探和小心 很显然 这鸡汤面 是她自己做的 她期待着我的夸奖 可我看她 却冷笑了一声 东施笑贫 白费力气 像当初的我一样 习思荣脸色猛的煞白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转身跑了出去 仿佛伤心极了 伤心就对了 我故意的 那日后 习思荣再没来过 听下人说她病了 但我也没去看她 我在侯府被关了七日 习物月只是不允许我出府 却不限制 我在府里的活动 甚至不用我刻意打听 就知道了 我离开这三年发生的所有事情 在我离开后不久 沈荣被查出有了身孕 是个男胎 沈荣有了子嗣 我又离府 哪怕习物月并未流露出 将她抬为正房的打算 可她却将侯夫人之位 视作囊中之物 不再刻意讨好习思荣 甚至教唆下人 哄着习思荣赌博 却被习思荣发现 争执间 习思荣推倒了沈荣 沈荣流产了 她又因上次故意落水 落下了病根 再无法生育 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压垮了她 沈荣崩溃之下 在一个深夜 对习思荣动了手 习思荣险些被掐死 你这个贱种 明明小时候 我就该毒死你 是你客死了我的孩子 死的人怎么不是你 生下来就是个短命鬼 如果不是姜婉芝 那个贱人担心你 非要夜夜来偷偷看你 你儿时就被我那一碗碗的安神汤 灌得吃傻呆笨 习思荣看着面目猙獰的女人 吓傻了 你一直在害我 沈荣冷笑道 你可能不知道吧 你之所以爱吃枣泥杏花酥 是因为我放了婴素 吃多了会让人上瘾 可惜姜婉芝为了讨好你 竟然在我坐时 在旁边看着学着 让我无法下毒 我只能放了你 你个短命鬼 怎么死的不是你 丫鬟告诉我 沈荣被处之后 习思荣伤心极了 整整病了一个多月 才能下床 也不知 这次会为我伤心多久 念及此 我吃下了一声 又问道 习物月呢 就这么放弃了沈荣吗 下人之无不答 自您离开后 侯爷每日都失魂落魄的 在朝政上也实时出错 被圣上责罚 老夫人责怪荣夫人没本事 伺候不好侯爷 甚至一度动了 为侯爷另娶妻的想法 虽然后侯爷拒绝了 但荣夫人却恨上了老夫人 沈荣在老夫人的膳食上 动了手脚 害得老夫人病了半年 无法主事 侯府全权交给了沈荣 沈荣这才有了 蛊惑习思荣出错的机会 可他没想到 却被习思荣无意中听到了 他和丫鬟的密谋 自此事情败露 习物月大怒 怒斥沈荣冷血不仁 满心算计 沈荣嘲笑这侯 伏锦绣繁华下满是脏污 不算计 他怎么能有今日的富贵荣华 习物月一气之下 将沈荣休气 沈家也不愿要他 将他送到了尼姑庵 不管他的死活 上年冬 习物月大概是 顾念之前的感情 去看了他 可他却冷笑连连 偌大的侯府中 唯有姜婉芝 那个傻子对你真心 可你呢 却将他伤透了心 害得他声名俱毁 落魄离京 如今 沈荣已死在了尼姑庵 无人祭拜 无人再祭得他 我之前以为 沈荣死后 我会很开心 毕竟曾经我恨透了他 可当我真正听到后 心里却有一丝莫名的怅然 这时 习物月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他显然听到了下人的话 更或者说 这就是他的授意 他问我 你可觉得解气 我叹了一口气 我只觉得他可怜 我抬头直直盯着他的眼眸 一字一句 说得格外清晰 习物月 一开始 是你对不起他 跟你回京时 我就听说过沈家小姐贤良淑德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是个难得的 财貌双绝的女子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我记得 那时我出来乍到 随习物月去宴会 旁人都在笑话我 礼仪不端 说我是乡下来的低贱女子 那时已有流言蜚语说 习物月会娶我 沈荣要好的朋友 为了给沈荣出气 将我推进了池塘 害我出丑 那时 众人哄笑一堂 唯有沈荣没笑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然后将身上的斗篷 踢到了我身上 走吧 最初 她是个善良大度的好姑娘 沈荣被退婚后 沈家嫌她坏了自家的名声 家中姐妹们也被她连累 出嫁女被夫家修弃或者失宠 为嫁女再无法嫁高门 她自己所嫁之人 更只是个比她大了十岁 曾打死夫人的官夫 这世间待女子苛刻 沈荣是世家名门的小姐 是京都人人称赞的女子 最后 却落得这个下场 所以 她恨我 她诡计多端 算计百出 伤透了我 当初 我恨极了她 但往事随风 我如今 只觉得她可怜 可怜她恨错了人 她落得如此下场 该恨的不是我 而是席雾月 我看向满池早已枯死的荷花 语气很轻道 是你逼疯了她 你的当众退婚 让她丢尽颜面 成了京都最大的笑话 你对不起她 也对不起我 所以 最没资格让我原谅的是你 最没资格指责她的人也是你 沈荣再有千般不好 万般不是 我有资格恨她怨她 但害她变成如此的席雾月 没资格 莲花池边 席雾月沉默地看了我许久 她大概想起了 沈荣往昔的音容笑貌 或许想到了 两人也曾狼友情切有意 她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沉默 然后落荒而逃 沈彦黎说得对 她是听不得实话的 因为是实话 总是一针见血 太过伤人 可能是我那番话 触动了席雾月 三日后 她将我放了 她与我同坐在一辆马车 一路上我们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走了半日 才回到阴山竹屋 可我却觉得村子安静极了 静得怪异 直至我敲门后 是沈彦黎独自给我开了门 阿瑶却没在 看着她俊美脸上挂着似有似无的笑 我心里猛然升起一抹不安 下一秒 就见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队士兵 将竹屋团团包围 数名弓箭手趴在墙头外 箭矢对准了沈彦黎 我脸色巨变 席雾月 你要干什么 席雾月却笑着对我伸出了手 婉芝 到我身边来 她很危险 她是狐妖 半成人的样子 是为了蛊惑你 吃掉你的心 说吧 她不顾我的反抗 将我拉到自己身后 力声发令 放箭 把这个妖孽斩杀 不要 我拼命地朝着沈彦黎跑去 可却被席雾月死死地拉住 婉芝 你冷静一点 她是个狐狸精 天生狡猾 时常扮成受伤的人 蛊惑人 然后得逞后 就会将人生吞活泼 难道你不想活了吗 我 万箭齐发 只需片刻 沈彦黎被射成了刺猬 她化成了狐狸 遍地是血 一个人小心上前试探了一下 才回禀道 侯燕 妖孽已被斩杀 席雾月笑了 眉眼中染上了几分病态的邪性 快 把她的妖心掏出来 我吃了就可以解毒了 这一刻 我终于什么都明白了 我冷眼看着她 原来 你将我绑走 说什么要我原谅 只不过是为了骗沈彦黎出来 婉芝 你别怪我 习悟月看了我一眼 抬手想要轻抚我的脸 被我躲开 她也不恼 反而笑得更加肆意 一开始 我的确是想接你回府的 沈容那个该死的贱人 临死前给我下了剧毒 我怕我死后 习家没落 习思荣撑不起门楣 所以想让你回府操持 可没想到 我竟然看到了 沈彦黎的狐狸尾巴 原来 她是妖怪呀 她会害死你的 所以 我是在救你呀 晚知 妖心不过是顺路 我看着眼前病态的 疯狂的男人 突然笑了一声 笑声伴随着带着腥味的风 显得突兀恐怖 那你去死吧 我抬手放在她的胸膛 下一秒 伴随着血肉的撕裂声 习雾月发出了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你 她低头看着我的力爪 疼得浑身发抖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狐妖 我笑意更深 是啊 你杀错人了 真正的狐妖 是我呀 沈燕里 真的只是单纯地长得好看的人罢了 重新介绍一下 我是狐妖晚知 这里更是狐狸村 数年前 我为杜情节 化去一身修为后下山 就下了习物月 跟随她回京 为她生育一子 习思荣是人妖之子 天生体弱 我日日看护 才得以化去她一身狐妖血脉 沈荣入府后 夺福夺子 我尝尽情节之苦 修为大有尽意 在一个深夜 我斩断情缘 远离京都 我遇到了沈燕里 她是个人类 却赖上了我 她生得好看 村里不少狐狸 都看上了她 她都笑着跟人回家 然后把狐狸重重揍一顿 她喝了我的血 继承了我的能力 却迟迟学不会 怎么引去狐狸尾巴 这才被习物月看到 以为她是狐狸精 将我绑走 想要将她骗到京都 斩杀取心 可惜 沈燕里一直不出现 为此 她不得不将我送回来 做出放弃的样子 放我自由 却不知 我也是将计就计 将她引到了阴山 即使是侯爷 死在阴山之中 也没人知晓 死了 也就死了而已 我贴在习物月的耳畔 嗓音轻柔道 习物月 我早就告诉你了 做人不能太聪明 更不能自作聪明 说吧 我将她的心脏掏了出来 是黑的 臭的 我轻责了一声 扔在了地上 碾个粉碎 习物月死了 她带来的那些士兵 也被狐狸们 全吃进了肚子里 我走进竹屋 一个响指 幻境逐渐消除 眼前哪还有什么 沈雁梨 更别提死去的狐狸 这个村子露出了 她原本的模样 大片大片的山野烂漫 一只只狐狸 慵懒地躺在草地上 晒着太阳 或者活泼地四处奔跑 这时 一只小狐狸 扑进了我的怀里 娘 是阿瑶 她轻易地在我怀里 蹭来蹭去 诉说着她的想念 我将从京都买来的 精巧的首饰 别在她的头发上 她马上开心地 弯了眼睛 带着首饰 和小伙伴们炫耀去了 沈雁梨这时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冷哼了一声 在外面和她 说了那么久的话 知不知道 有的人等得很久了 吃醋了 她大方承认 是的 可爱 我抬脚 亲在了她的嘴上 沈雁梨一愣 接着抱住了我的腰 深深地稳住了我 直至我无力地软倒在她怀里 她都不肯放开我 阿瑶回来看到 马上捂住了眼睛 羞羞 沈雁梨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我 我羞红了脸 她倒是面色如常 只是看我的目光如狼似火 阿瑶黑黑地笑了两声 爹爹真和春夏哥哥说的一样 厚脸皮 不害臊 沈雁梨一愣 依旧面色坦然地叫遇到 阿瑶 爹是不是告诉过你 实话不要当着本人的面说吗 文言 阿瑶马上想起来 上次骂习物月的事 认真点头 是哦 沈雁梨满意地点头 然后朝着门外大喊了一声 胡春夏 你给我滚出来 又带坏我闺女 话音刚落 一只火红的狐狸 慢悠悠地从我家门口走过 狐脸满是不屑 又没说错 沈雁梨冷笑一声 有本事你别跑 看着两只狐狸满山也追着跑 阿瑶在一边摇旗呐喊 另一边也有狐狸凑上前看热闹 欢声笑语 响彻天际 我也露出了笑容 从此以后 再无人能打扰我们了 真好 阿瑶在一边